这里有 浓浓小时候的童年照 这些 看看 肯定是网路上都有 看看 我并应该都看过了 抱狗的 OK 我妈呀 这个哪个是浓浓呢 前面那个吧 晕倒 这个也要拿 这个就是很久之前了吧 这个就是我高 这是我高中的时候 这是高中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我抱着我的狗 它叫皮皮 它是我第一个宠物 九岁那一年 我到了台南之后 因为是合租 那个人捡到了这只狗 他养了一阵子之后 没多久 接下来 就开始换成了是我养 那到了他之后 我九岁之后 不是没跟我爸一起住了吗 就是比较乱跳 就是 他就是固定的 到了我外婆和外婆的家 对 就是他陪伴了我 应该有十年吧 哇那很久了 那你点到的时候 他也是小狗了 没错 对 但他已经去世了 对 那个时候还蛮伤心的 那这一张呢 这个就是我高中的时候 还没参加节目的时候 但我已经进公司了 那个时候就是在学校 学怎么去表演 那是几岁啊 十六 十七 你是校草吗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就不能通这样 你看好没有偶像包袱 你知道以后自己要做明星了 还是拍了这样的照片 这样就是很好看的了 你可以再做一个 对 common 节目买了 不行不行 完全不行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还是有包袱 没差的 不行 那这个下呢 这个还蛮Q的 这个还蛮Q的 来一个吧 对着镜头 不行啊 不像 那是谁的事情 长大了不要提 对 你小时候是跟谁一起生态 很多啊 就是我外公外婆 我爸爸我妈妈 你外婆会不会可以做什么好吃的 就咖哩饭啊 对啊 嗯 什么样的咖哩饭 就是那种 咖哩饭它都会做甜咖哩給我吃 甜咖哩 咖哩一定要加什么肉 其实 猪肉 为什么 猪肉 咖哩饭满个 哦 哇这个很香 这一拿下来就很香 你可以先尝一下 ok了 我跟你说 这是记忆中的味道吗 就是记忆中的 为什么 那它就是甜咖哩 为什么猪肉会比较好吃呢 我自己的理解 因为它有油脂 开始吃了 不要等 不好意思我先进去 好吃吧 没有放洋葱 没有 对你先放洋葱 洋葱放下去 今天就炸掉了 可以说 好吃到不行了 好好吃 谢谢 哇这个好好吃啊 加上那个猪肉 嗯 然后你咬到那个油脂的部分 但是猪肉就是一个很罪恶的 一点东西 嗯 甜咖哩它是就是一种 一种属性 所以我只要进到咖哩饭就想 想到我外面 嗯 咖哩番茄是我外面的意思 好吃到非常好 你是很容易表达你自己的 开心啊不开心啊 还是你会比较隐藏 我的想法会直到 我觉得需要讲出来的时候 才会讲出来 我其实不是每一次都会 都会讲 有想法的人 我可能会觉得 他跟我想的不一样 嗯 但我就觉得 不表达了 这个场合 嗯 好像没有需要 对 那如果你说 如何会在我脸上看到什么喜怒哀乐 嗯 我可能就是会比较 压抑的那种生气 嗯 对 压抑的生气 就是 尤其是 大家觉得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笑容 就是开朗 这个东西会在他们的世界 对我的世界里面 更加的被放大 你当一看那个 你认识他的时候 就是笑成这样 嗯 嗯 他今天只要不笑 对 他其实生气 所以这其实也是我 嗯 造成压力的其中 原因之一 你平时怎么排解压力啊 嗯 有时候 人家说压力需要排解 如果不排解 会爆发 对 但我不是属于爆发型 有一次真的 我在录一个节目的时候 突然完全没有任何的原因 嗯 我觉得我快要炸亮 那时候很不舒服 我觉得我心情很糟糕 但我完全不知道为了什么 嗯 帮我拿我的吉他来 他也在传扮 管子上开一打就好了 嗯 真的 所以变成是说 我的压力 我的压力 可以慢慢让它消脱 我就开始发呆了 嗯 或者是滑手机 专注在别的事情身上 一段时间你就过去了 那个时候我是 人人当中 我觉得怎么会这么抑郁 然后我就快要 很不耐烦了 我要炸掉了 你们觉得女生很不容易 女生每个月都这样 是的 还有好几天了 辛苦了 辛苦了 不行 别客气 我们还不能谈其他 因为我觉得你那个新歌很好听 哦真的吗 叫什么 我是你的 对吧 可以 谢谢 我踢你 我踢你紧张了 两秒 我也是 我也是想说 我呼吸不了 你吓死 哈哈哈 对 OK 是不是私下的时候会更 不那么的拘谨 嗯 私下的时候不会 跟很熟的朋友的时候 就有什么讲什么 而且喜欢讲更多 嗯 因为我喜欢讲话 几里挂拉讲一些没营养 就就很喜欢 他很喜欢开玩笑 我发现就是近期对他的了解 就是他很爱开玩笑 对 对 那你喜欢在生活中 就谁的玩笑多开 你开完之后 就像现在刚刚讲的那种笑话 有的时候挺好笑的 有的时候你就跟着笑不出来 不懂 不懂 那做的这个行业 让你最开心的是什么 传递正能量 哦 做人成不成功 你如果去跟人交流 你交流利不厉害 你当一个朋友 当一个男女朋友 当一个什么什么人 对于别人来说你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 是都要去学习的 这都不是最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即使你今天做别的东西做不好 可是你有一个很善良的心 你有一个爱心 即使你今天很容易 有朋友的时候 就有什么讲什么 而且喜欢讲更多 嗯 因为我喜欢讲话 几里挂拉 讲一些没营养 就很喜欢 他很喜欢开玩笑 我发现就是近期对他的了解 就是他很爱开玩笑 对 对 那你喜欢在生活中就 谁的玩笑多开 你开完之后 就像现在刚刚讲的那种笑话 有的时候挺好笑的 有的时候你真的笑不出来 我懂 get done 那做的这个行业 让你最开心的是什么 传递正能量 做人成不成功 你如果去跟人交流 你交流利不厉害 你当一个朋友 当一个男女朋友的朋友的时候 就有什么讲什么 而且喜欢讲更多 因为我喜欢讲话 然后几里挂拉 讲一些没营养 然后 就很喜欢 他很喜欢开玩笑 我发现就是 近期对他的了解就是他很爱开玩笑 对 那你喜欢在生活中就 谁的玩笑多开 人家开完之后 就像现在刚刚讲那种笑话 有的时候挺好笑的 有的时候你真的笑不出来 懂 get done 那做的这个行业 让你最开心的是什么 传递正能量 做人成不成功 你如果去跟人交流 你交流利不厉害 你当一个朋友 当一个男女朋友 当一个什么什么人 对于别人来说你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 是都要去学习的 这都不是最重要 如果朋友的时候就有什么讲什么 而且喜欢讲更多 因为我喜欢讲话 几里挂拉讲一些没营养 就很重要 他很喜欢开玩笑 我发现就是 近期对他的了解就是他很爱开玩笑 对 那你喜欢在生活中就 谁的玩笑多开 人家开完之后 就像现在刚刚讲那种笑话 有的时候挺好笑的 有的时候你真的笑不出来 get done 那做的这个行业 让你最开心的是什么 传递正能量 做人成不成功 如果去跟人交流 你交流厉不厉害 你当一个朋友 当一个男女朋友 当一个什么什么人 对于别人来说你好不好 其实我